上面也有刚刚第一个,第二个读别,第三个,那再来就考核 考核两种方法,笔式合计,OK,名次 然后面的话有几题,我们分别把它完成 考核,考核就是这个成绩,加这个成绩,加这个成绩 加起来除以3,就是它的考核成绩 那可是问题来了,我假怎么样变成85分 你会发现这边有一个等级,等级里面有个烤鸡 这个就烤鸡,烤鸡等级,这个是烤平等级 那也就是说呢,我可以透过这边烤鸡可以去查到什么价 把85分带过来,那其他一样,所以我第一个怎么做 先查这个成绩,插入函数一样,减式以3,所以一样是V入函数 OK,那接下来的话,他问你第一个问题,插什么,插假 第二个问题的话,去哪边查,刚刚有讲过F3 那个,应该是烤鸡吧,夹乙丙丁应该烤,ABCT好像是烤平 OK,我们用这一个,按确定,怎么知道对还是不对 其实你可以看到,后面他也会帮你显示用大瓜糊 第一个资料,然后第二个资料,这边看起来有假,那没有问题 假就是把85分,那85分在第几栏呢 第二栏,那要不要找相近的,不要,OK 然后就输零,所以后面都一样,2,1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查出来是85分了,有没有,带过来 可是问题来了,我不是要这个,我还要再查这一个,还要再查这一个 然后把它相加除以3,所以问题来了,那我是不是可以怎么样 既然还要再查这一个的话,那这一个跟这一个有什么差别 好像基本上只有一个地方不一样,F3,那这个是什么,G3 所以其实哦,如果你还要再把这一个下一个层机,把它累加到后面的话 你可以加上了吧,把前面这个,怎么样,复制,然后贴上,这边改成G就可以了 那同样的方法,那这个呢,这个也可以,加上后面这个 但是呢,因为他ABCD,所以把这个烤鸡,这个字哦,改成什么 改成平就可以了,所以这边的话,把这个字改成平 然后这边,就输入完成,所以1,2,3,相加之后的话 但是要除以3,记得哦,先加完,所以记得哦,把这个外面再加个大瓜糊 加一个小瓜,加一个瓜糊,意思是说先帮我加完之后 我再除以3,除的话是这个符号,除以3 这样的话,就是它的平均了 OK,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查这个几分,查这个几分,查这个,相加,然后再除以3,打个勾 出来了,不过会出现错误,那出现错误呢,它在NA的话就是NAS available,找不到 找不到,找不到的原因在哪里,会不会是出现在,我看一下 好,平,还有一个地方,哪个地方,这个地方好像漏改 这个应该是改成h3,这没改到 应该是这个改f,贴过来的话要改,这个改gh,打勾看一下 对,没错,OK,所以基本上应该只要做一个,然后把它加这个,改这个g,贴改这个h 然后把它相加之后呢,除以3,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要的,它的考核的成绩了,全部做完了 那比4的话呢,就是这个占0.3,这个占0.7 所以你可以直接用公式,等于什么,等于,先打个等号 等于这个成绩,乘上,乘的话就是星号,乘上0.3 因为这个上面是30%,我就直接自己打0.3,30%就是0.3 加上什么呢,这个成绩,乘上0.7 OK,这样的话呢,就完成了,OK,所以这个部分比较简单,打勾,然后向下填满 然后合计的话就是什么,把两个加,这个加这个就好了 所以等于,一样一个公式,等于什么,这个成绩,加上这个成绩 OK,然后就166.1 那名次的话呢,就是最后的话呢,再排名,那排名的话怎么排 哪个最高,高的在上面,低的在下面 那哪一个第一名呢,其实你可以插入函数 如果你要计算排名的话,你可以用统计类里面 统计里面,有一个叫rank.eq的函数 R开头了,就这一个 那rank.eq的话,它主要需要跟你要三个资料 第一个资料是它的成绩 第二个资料就是全部人的成绩 OK,第三个就是你要按照什么方式做排序 也就是高分在上面呢,还是低分在上面 由低分往下排,那我们应该是高分吧,高分排下来 OK,所以按确定之后,你回答三个问题 第一个,number就是它的成绩是多少 166.1 第二个问题是说,那ref它的所有人的成绩呢 所有人的成绩就是从这边,这个 到下面,所以你可以什么 ctrl shift 向下 把它整个选起来 OK,然后记得哦 3跟44,前面都要加个钱的符号 为什么要加个钱的符号呢 因为等一下我们会向下填满 那这个范围不能变动 不然你向下填满,3就变4 40就变41了 如果你把它加个钱的话就不会动 那order的话就排列方式 它说0或省略的话 表示递减方式排序 递减的话就高分 一直排到低分叫递减 那我是要递减 那当然如果你输入1就递增 刚好颠倒 那我们就干脆说0或省略 那干脆就省略啦 就不用填 或者你填0也可以 OK 然后它会出现 就是把它省略了 这样就OK了 按确定 第10名 快速点两下 这样全部排完 那你会发现 最后哪个员工在公司排名最好 第一名在这里 174.9分 那也许它年终奖金就领的比较高 那第二名的话就这一个 OK 如果说你今天是做人事单位的工作 那一定会遇到这种问题 如果你不会用刚刚的方法 说跟各位讲 你可能做到下班 你东西都还做不出来 那相对老板会觉得说 你到底是哪里有问题 是能力有问题还是 还在偷懒摸语吗 OK 所以刚刚重点 第一个一样查 这个 第二个这个是 把这个成绩乘0.3 这个成绩乘0.7 合计的话就两个相加 排名的话就是用rank.eq 就可以把它做出来 画面再还给各位 那请各位试着把 这总共有 后面有四个题目先练习做做看 那下一堂课 我们再把那个后面的部分完成 试一下